体育江湖我先说 今天我先说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0月24日 在过去一整天的体育江湖 有哪些大事发生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巴黎奥游会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将于26日开幕 日前 中国女足国家队公布了参赛的22人大名单 球队核心王双 殷商未能入选 张灵燕 沈孟木等流洋球员 悉数再列 根据赛程 中国队将在厦门分别迎战朝鲜队 泰国队和韩国队 姑娘们只有获得小组第一 才能确保晋级下一阶段比赛 CBA常规赛昨日结束首轮争夺 先将伊利特队客场以95比88战胜江苏肯迪亚队 阿布都沙拉木27分11篮板四助攻 赵锐21分5篮板三助攻 新赛季新疆队引入赵锐 吴冠西 琼斯等内外强员 但进入重建的江苏青年军本场比赛 却丝毫没有放弃 一直紧摇比分 虽然未能最终拿下比赛 但是球队也展示出了赛季前承诺的新赛季新面貌的决心 另一场比赛 青岛国信水产南篮客场挑战北控南篮 这两支球队是过去这个休赛期变化最大的球队 本场最大的看点就是青岛南篮的希望之星杨汉森 与北控的状元秀陈国豪的内线比拼 最终 两位第一年征战CBA的年轻人都有不俗发挥 主场作战的北控依靠外援里类的爆发 以109比103战胜青岛南篮 杨汉森13分石板三封盖 成果豪砍下20分石板五盖帽 日前 2023到2024赛季国际华联短道宋华世界杯首战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结束争夺 在男子500米决赛中 中国选手刘少昂力压群雄 以40秒875的成绩摘得金牌 这也是中国短道速华队 在新赛季的第一项个人项目冠军 至此 中国队以两斤的成绩在本战顺利收官 下一站世界杯赛将于27日至29日 继续在蒙特利尔举行 体育江湖新鲜事天天我先说 今天就到这里了